我们仔细想一想看 我们平常一般的苦恼在什么地方 真正的苦恼 还是在我们无名相应的 这种心理状态 很多人说 我不怕苦 不怕苦 也就是来修佛 第一就是说 他心里面吸引到 老师有这个准备 他并不了解 真正佛法所指的内涵是什么 换句话说 他要羞耻的内涵是什么 他以实践的观点来看 说他以为的苦 就跑得去 多摧一点烈 少一点地 多做一点事情 觉得这个是苦 结果实际上 真正佛法的重心 不在这种事项上面 而是在事项上面所引发你内心的这种状态 或者由于你内心不了解 当外面的事项 警戒 上头 你产生非理作义的 当然 这个非理作义的 第一个 自己无始以来的邪气 所以随眠 然后呢 甚深你这个习气的 所缘的静 你不开外头道 那是你心里面的 哎呀 这样 所以有很多人 说刚刚开始 去说 听听 那很好 跑到厨门当中来的时候 他也觉得 我不怕苦 结果一进来的时候 哎呀 苦得个受不了 原因 不在外头的事项 而是在自己内心 稍微有这样的经验的人 我想大家都体会得到 现在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啊 不管你外面怎么动 他在他骂他的 你了不动心 他在那儿啊 称赞你 你一样的不动心 霸风不动 这个不动是说 不被外面烦恼受动 而另外一点呢 确实啊 车发你内在的散发 相应的 就是欲乐 就起单不动啊 而且啊 增长我们的欢喜 这个是祖师 欢家说 凡是如法行持的 这种人的状态 我们后面的人啊 耳根薄弱 我们这个耳朵啊 实在是啊 太薄 太弱 风吹草动 一下就被他动摇 这是个形容 就是 欢家说 我们现在这个心理认识啊 实在太差太差 说是说 我们修学佛法要把风不动 我们往往在这儿 无风自动啊 一点点的小风就大动 大风的话 那吹得无云无踪啊 就这样 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 刚出家的时候 我的法师就告诉我 耳朵要摁 嘴巴要软 他说 弄了半天 我不懂了 为什么耳朵要摁 嘴巴要软 哦 现在懂了 原来这个道理啊 不管你说什么话 你动都不动 但是呢 你开启口来的话 千万不要啊 像射风 像利刃一样 一出去 啊 就把人家上人 不 软的东西啊 叫人家 感觉得非常舒服 这样说爱与等等 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不具足 如法相应的这种条件 所以听见了什么东西啊 就心里面啊 哎呀 就被他说转啊 所以得不到安罗 下面又说 若对心等说 某作事说 得要暗中可谋 过亡 如凡礼坚应当 忏悔 这个话怎么讲呢 那 有的时候 人家呀 当面啊 那 讥笑你 然后呢 背后再毁谤你 或者呢 骂你 不管是当面背后 另外一种 他不是的 跑得来啊 是礼仪监狱 我又搬弄是非 我跑得来说 哎呦 某某啊 那个人啊 你别看他呀 他这背后啊 什么这么说 你坏话 眼前看起来这样 你要不要听他呀 要我们听见了这种话以后 你觉得 哎 这个好朋友 对呀 他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了 就这样 那些祖师 怎么的 嗯 不是的 如果是你对他说这种话的话 他反过来说 哎 他 暗当中 人人都会这样的 人人都会这样的 不要说骂我呀 骂过王 话叫是对一般世间来说 古代那个过王是最高贵的 在专制时代 那至于啊 你如果说了过王的话 是要送命杀头的 在暗地里边呢 当然嘛 我说这个 你何必跑得来半龙死非呀 你赶快去忏悔 嗯 你看这个祖师啊 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呀 我们包在这里呀 专门欢喜呀 听了一小报告 也啊 有人就欢喜打那个小报告 拿使说来说 我们听见了这种小报告 说哎 你不必 你赶快去忏悔 你不必说这种话 那么 那么一位慧金刚于切 事运我 说 人说我等 为父后者 代言 人不于人 作言 说是 又作何事 事运 说但建立 那么另外有一个人了 他 这个祖师啊 嗯 他怎么讲呀 说 这个 人家呀 大家也是背后 这个父后啊 就是啊 打小报告 案件上人 礼件这种事情 是呀 这父在后面呢 哎 你别谈 当面嘛 说好 献出来这个好样子 另外 背在后面就伤害你 他怎么回答呀 人们就是这样嘛 专门做这种事情 死见的事情 就是这个样啊 死见人 如果不做这个 他早就成了福了 就这个样啊 你也跟着他们干什么 赶快你去忏悔啊 千万不要再理解了 那这个祖师的典型的榜样 典型的榜样 这个里边的重点 是告诉我们 我们呢 对于 不管前面说的哪一项 乃至于啊 人家用这种 打小报告 跳步离间 我们心里面呢 一动不动 这个是个特征 进一步 从这个公案当中 也让我们了解 我们该如何去做